兩位 馬格浪家族中心會 起傳統領袖 交接一事 傳承典禮典禮開十明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要当当 家族代表新任女秀 不但象征身份权利 与肩负责任的雄鹰羽毛 这位年轻的徐琳心女秀 来自屏东来意古楼部落的贾格兰家族 对于非常年轻就接掌家族重大责任的她 是甜蜜的沉重负担 在这里我真的谢谢所有提醒过 对我十分有信心的所有的家人 真的谢谢你们 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也让我慢慢的明白 我被赋予使命的是什么 我非常清楚 佛山这三根羽毛 它不是代表光黄的乡真 也不是代表肤浅的荣耀 而是承载着我们祖先 祝你们大家对我的期待 沉重 很是很甜蜜的负担 我接着这个工作不是好事 为什么要负担更多的历史使命 要團結很多的家族 要做很多的工作 而且這個工作是無棘子 為了慎重起見 108年3月1日 賈格蘭家族傳統領袖交接傳承儀式 先在賈格蘭家屋舉行 排完組的祈福儀式古禮 根據祈老的口述 賈格蘭家族在日治時期 就是正統的領袖家族 歷經現代社會的衝擊 數十年來家族光輝已經不如重淺 排完族家族領袖是無幾職 而許林欣明白 山根羽毛不是光輝的象徵 而是承載著賈格蘭家族的團結 和興旺的使命 並以謙卑的心領導家族親友們 讓賈格蘭家族的榮耀發揚下去 從部落出發 看見族人觀點 歡迎大家收看 原觀點部落瞭望台 我是主持人曾友欽 台灣族一個古老的部落領袖家族 如何在大時代的變遷下 在家業世代的流變中 要找回他們的承擔 找回他們的榮耀 而一個女子 方靈四十 她是什麼樣的力量 什麼樣的信念 想要宣告 想要承擔家族的榮耀 而是什麼樣的家族能量 能夠讓分散在各地的核心貴族 可以團結共識 同心溯源 找回他們曾經的榮耀 在進入我們今天的議題的分享之前 我們要先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我們的心路歷程 非常歡迎你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 第二位來賓是劉凱勳 來自古樓的 來凱勳跟各位觀眾打個招呼 好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 來自七家的 吉利吉老 陳文 漢 來跟各位觀眾打個招呼 謝謝 吉利吉老 吉利吉老 也是吉利吉老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吉利吉老 我叫文漢 希望今天一切的分享 能夠帶給彼此最大的祝福 謝謝大家 好 歡迎三位來賓來到我們的節目 同時也要先恭喜我們剛剛接任 這個古樓打卡蘭家族的這個當家禮秀 我們的許淵欣 馬達贊一蘭 那我們知道打卡蘭是 是一個古老的一個很壯大的家族 但是經過世代的跌宕傳產 到現在應該算是重新站起來的一個 一個核心繪組 部落的馬達贊一蘭 那我想先請我們的獨國 馬達贊一蘭 先介紹你這個打卡蘭的這個家族的 這個原有命脈 是不是我們可以請那個頭目來跟我們 在電視機前的所有觀眾來分享一下 你家族的點點滴滴 美麗跟期待 謝謝主持 其實要說到我們賈加蘭 賈加蘭家族的話 其實我們就要先追溯到 我們在舊古樓時期 吉林系統 那我現在所說的所有的賈加蘭 不是我們古樓現在當地的任何一個賈加蘭的 所有一個家族 或者是家民 這個賈加蘭是要追溯到 就是我們跟我們七家賈加蘭 跟我們中新倫的 舊人家族的共同的 領袖家族 賈加蘭系統 其實我就要去 我們賈加蘭其實在八代以前 那時候我的夫婦叫舊古的夫婦 那個時候我們舊古樓 千春下來來古樓的時候 還是伍布舊古在去掌權 他去執行一些我們賈加蘭的 該做的一些 布林奧跟頭目 該做的所有的一切的技藝 然後後來他生了小孩子 當然因為在舊古樓搬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貧窮很窮 所以其實大家都沒什麼錢 所以我們的像我舅舅我媽媽 他們也都沒什麼讀書 所以他們也都有心無力 很想做這件事 在古樓部落當然 社會邊境下來之後 有很多的改變 也很多人當然不敢去冒犯 或者是什麼 這樣其實大家都知道 然後也不好意思講這樣子 會就是後面給我們 一個很大的力量這樣 然後後來我知道 後來是我知道這個家族 後來是我要接 然後我結了婚 在結了婚之後 其實那時候我也有 以前說我也沒有很大的能力 我覺得我小孩小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年齡也到了 然後我覺得小朋友也大了 然後我覺得 我那個使命感一直出來了 我覺得不行 我們小孩一定要出來 一百五個你要加油 每個人都看到我都說要加油 可是我到底要怎麼加油 心裡想我到底要怎麼加油 加油這樣 對啊 我到底要怎麼加油 我說好 然後後來我們講到這個家族 我沒有想到我這個弟弟 對這個家族的厚愛跟那種 他的使命感比我還大 我要說哇我的力量來了 哇 我覺得 馬掉我覺得我可以 因為我有一個可以分享的 分享的一個家人 我想做什麼他可以幫助我 當然我先生也是 我後面很大的一個支持者 對啊 然後就因為這樣 我開啟了一些我的想法 我會跟他們分享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會演變到現在 我們附贈給我們中慶會的成立 跟我承接 這中慶會是非常順利的對不對 是非常是非常團結的對不對 對 我們承接賈格蘭家族領袖的 許靈希對著親友們信心喊話 要大家加油 這是位於屏東縣萊鄉古羅部落 賈格蘭家族在108年3月1日舉辦的 賈格蘭家族中慶會既傳統領袖 交接傳承儀式 來自各地的家族親友們 現在賈格蘭家族集合敘舊 合照記錄著歷史性的一刻 OK 看這裡 來 哇 一 二 三 來 這一張 來 這一張 一 二 三 來 一二 三 好 先來 一 二 三 來 張 這邊 圖板的 好 土最賢慧的在那裡 恭喜你加入我們 好 來 看這裡 來 合照 合照 3 2 1 看這裡 請 1 2 3 請 年輕的許靈心領袖 在靈媒及部落領袖青年團 及上百位親族的伴隨下 從夾格蘭家屋以抬轎的方式 前往中青會會場 上百餘人的家族成員 用歌聲表達對家族的上心力 輕輕地唱著我們的歌聲 完結起來 想請相愛 因為我們都是家人 容許我帶小超 因為 我不想 我不想 遺漏我內心 很想說的每一句話 怕我會跳稿 所以 我決定還是帶小超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夾格蘭 歷年來 應該是經歷了好幾代 沒有中青會 中青會的開始 真的是一個起步 真的很困難 但是今天我能看到 我們所有的中家人都一起來 我真的很感動 謝謝你們 謝謝 而這次夾格蘭家族 舉行的中青會 及家族領袖交接儀式 見證了夾格蘭家族 對於振興家族的決心 現場也可以邀請行政院 原民會副主委 同時也是夾格蘭家族的 鍾辛華上台勉勵 難得看到 那麼多我們夾格蘭的家族 被從三立門到獅子鄉 這次到台東 來了很多人 我看一看一看 最起碼四五百人以上 大大小小 這次顯示出 我們將來的家族 團結一條心 看看左邊我們的家族 細骨 我剛剛算一算 最起碼有快二十代以上 二十代的話 一代二十五年 十代是兩百五十年 二十代的話 將近六百年以前的歷史 所以我們也特別開心 今天能夠參加這個聖會 在排場的中清會過程裡 最後家族成員一起跳著 台灣族的傳統舞 藉著圍起來的圓 象徵大家的團結鄰居 以藉由掌心間流動的溫度 掀起家族成員內心深厚的情誼 好 聽我們的馬戰元 微微道來 雖然是很年輕 但是他其中的看到家族的心衰 和這樣的心路歷程 是非常的 一直深藏在他的心裡 那當然 這樣這麼大的一個家業 這麼大的一個親族的一個 再凝結共識 當然不是只有靠一個人的力量 一定有很多背後的推手 你覺得這兩個 你旁邊就是你的 你的重要的推手嗎 很重要 會是嗎 是 非常重要 對 但是我想現在先回頭來 看看這兩個什麼姻緣 聚會上 然後能夠 也投入了這個家族的這個 附贈 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 跟地位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先從凱旬嗎 對 來問一問 談一談 你是如何發現到你這個 大家族家就是 多麼的不一樣 多麼的珍貴 必須找回來 然後又什麼 配合跟問他呢 那可以先從凱旬跟我們分享 謝謝主持人 呃 知道從我自己的背景開始講起 呃 我是在台中長大的 那其實 從小到大 我們家很少回到古樓 對那 其實我對我的原住民身份也只是知道 我是台灣族 但是 對於原住民文化啊 還有各方面 其實我都不是很清楚 我就跟很多唸外文系的學生一樣 就是 從洋面外啊 對 就是念 學英文日文幹嘛的 可是之後那遇到了 系上的一個系主任 然後那個系主任 他本身有在研究 台灣語跟駱台語的語言 對 然後那時候他聽到 欸我們 就是原來我們系上一個原住民學生 然後就看文族 他那時候就把我拉進 他的語言研究的計畫裡面 那時候我就想說 欸 好像蠻有趣的 我就做看看 然後也因為做這個計畫 就是 我才因此 就是進入到台灣族的世界 就是先認識我的語言 然後接下來到文化 那當然 你族語跟文化了解完之後 你就會開始好奇 欸 那我的家族是怎麼樣的一個家族 嗯 對那 當時 我有聽我爸爸講過 也有聽我姑姑說過 我們賈戈然在古龍 是一個頭目的家族 但是 其實我沒有太大的感受 那後來 因為做這份工作 我開始好奇 所以我就翻了很多文獻去找 以前日智時代文獻 還是說現在 就是有在研究台灣族的學者 有這些書啊 還有文獻去翻 然後才發現說 對 因為很好奇 因為 我剛好提過就是 我很少回古龍 所以 不知道要找什麼門路回來 然後跟古龍的親戚也不熟 對 但是就好奇 然後就翻翻翻 知道說 原來我們只要跟他一條 好像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不得了的家族 那 後來就是真的很幸運 這個工作做完之後呢 然後後來我去 就是 我去考了 原住民特考 然後當了公務員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我了解了台灣的文化語言 雖然是知道自己的家族 但是 我依然 回不來 回不來古龍 因為 我剛好提到 我跟古龍的親戚 其實從小到大是沒有什麼太多接觸 那這時候呢 就真的很幸運 就是 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認識了 齊家賈家人的文漢 也給聽到 那個時候我們 那個時候我們 那時候我們 是因為在 就是我看了他的 他寫的文章 對 他在網路上 有介紹他們 齊家賈家人家族 還是寫論文開始 對對對 齊家賈家人家族 然後後來我們 後來我就聯繫他 我們就在網路上聯繫 因為我看到他的文章 就是翻了很多文獻 我知道賈家人家族以前很厲害 可是現在怎麼沒落了 對 對 然後當時就真的又很感謝 齊家賈家人家族 對 當時我們 我回到國歌之後 那開始我就 我姊姊有這個想法 她想要承接這個位子 也想要把齊家賈家人帶起來 那就我們三個人的力量 當然是 還有包括就是我們的 一直在替賈家人家族 撐腰的這些老人家 然後我們就 就是我們就一起 一起努力 然後一起就是把 讓那個 賈家人家族 就是再站起來這樣 還有幫助組的成績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 才互相認識嗎 對 對 那文漢是比較常在部落 對 因為我比較常看到你 比較少看到你 對 好像在台北才看到 對 對 對 那個臉比較台北 哈哈哈 不過真的是有聽那個 邁達的這個分享 我覺得我們這個 大家人這個家族 是被祝福的啦 這真的有他的使命 所以有你們這些人 那我想接下來 我再問文漢的部分 因為文漢是七家那邊 那你是古老 但是一樣是大家人的 對 那我想聽文漢 你關於這個部分的故事 好 感謝主持人 那其實我的生命歷程 那自然就跟凱勳的 不太一樣 對 那其實我很小就知道 因為我的夫婦 其實我的學生 不懂 阿滴馬祖阿滴馬祖阿滴馬祖 他是不認好 而且是 那個時候是七家的 就是七家比較 位階 他們講說 他們講說老師 對 老師 所以小的時候 就會常常 聽他在那邊講說 我們是從哪裡來 我們是 然後再來 中間有一些沒落 所以我更不知道說 我該要去從哪裡找 所以 我小的時候 我講我的世界 大概就只有七家的 corsair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感覺他們就是一個 很遙遠的存在 可是後來我大學的時候 我念了東華大學 然後我看了那個 源武則 我記得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我看了那個 源武則的那個 Boulevard之歌 裡面講的都是 沒有關於Gilling的 神話傳說 阿滴馬姓 對 對 然後還有有關於就是五年 他們的一些歌謠這樣子 然後我看了那個影片的那個敘述 看那個敘述的描述說 其實我就覺得說 啊 這是我的家啊 因為那裡面有提到那個 那個拉摩烈的家族 就是那個那個布林奧的創始的家族 對 吉林 拉丹 這些家族 然後我想說 啊 這個就是我父父告訴我的這樣子 然後我那種心裡就很那種莫名的激動 就覺得 因為那種激動其實是比較 比較單純的 因為感覺就是說 我的東西 我們家族的東西被人家展出來 然後就覺得很高興 這樣 好 我接觸了這個 那當然就是 開始要為加戴蘭工作 這樣子 因為剛剛好很多都是 非常的適合 包括到認識到凱勳 對 那當然就成如凱勳講的 我中間就是發了非常多 有關於介紹自己家族的臉書文章啊 那些 然後 被他看到 這樣 後來 有一天 我的表哥 就是李少仁 同胞就說 哎呀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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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家族 就說 不知道是要怎麼樣 他說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有聽過吉林 可是像我一樣就是感覺這是一個虛無飄渺的存在 這是神話級的 對 然後就有一次 好 我帶了凱勳進來之後 對然後很意外就知道說 七家古樓有一個買家 有一個古樓夾咖然 後來那個時候李志豪他就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我覺得這個重要的話就是影響我說 為什麼一直要去投入的 古樓夾咖然的原因 李志豪說 他說我們要壯大我們的家族 我們要跟我們的家人站在一起 要去壯大他們 因為他是我們也是我們的家 所以後來 因緣計畫我帶了凱勳進來 然後參加了七家拉夾咖然的活動 對然後他 對就是一個指南針 很多事情的促成是天時地利人格 就是好像美麗的安排 是有這樣的 所以你們要珍惜 那我更覺得比較難能可貴就是 你們三個都是受高等教育 從自己的那種認識自己之後 發現到其實自己有更多更多的故事 就是需要自己去挖掘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分享 那我們下一段再繼續分享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記得再回來我們 部落廖萬台的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 部落廖萬台的節目 主題 說到大陸要那 其實那個初衷不好 有點想說兩個才不要去 但是後來就會越來越 就好了 越來越大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也沒有想到多 号角声响起 在众多亲友的期盼下 古楼当家贾格兰家族领袖 徐正清 协同继承者徐灵芯 率领古楼贾格兰家族亲友们 身着传统服饰 吟唱古调 会见七家领袖李志豪 欢迎我们来自古楼的贾格兰家人 由我们的贾格兰家人 带领贾格兰 古楼贾格兰的厨人 还有我们的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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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带领我们的贾格兰的厨人 还有我们的雪银心乌乌乌 也在过程当中 还有我们的中心轮的青年会 也在我们的队伍当中 非常的欢迎 难得的两家族见面会 代表贾格兰家族起劳的 来到七家当家贾格兰家族的 主邻屋 用传统祭拜方式 向先祖们告知来议 祝贾格兰家族起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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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贾格兰家族起劳气 好 谢谢我们的 我们的土罗的妈妈 好 那现在呢 他们就是献上他们的 妈妈 来 过来 现在呢就是有我们的 土罗的当家 我们的 跟我们现在这里 吃一家的当家 你吃好 然后去做一个 连杯酒 这两个家族 位于屏东县来义乡 古楼部落贾格兰家族 在107年8月18日 与春日乡七家部落同家系的 贾格兰家族李志豪领袖 举行见面会 首都运行排完族鼓礼 希望借着见面会 除了拉近双方家族的距离 也让家族亲友们彼此认识 增进情谊 拉近双方家族 不准备 在外面 不准备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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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这尾巴的意思 还是会有 只是说就是怕说 我们两家一样 就很久没有见面 还是会有 只是我们现在已经见面了 继续保持这个联络方式 对 原本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拜访 对 可是大家开会的时候 我就是 挤了一些我们青年的领袖 他们说那就来点 比较真实一点的 所以才会照就今天这样 可是就因为英哲都没有在联系 所以大家都没有就是没有任何 就是很少互动 直到说我们都是古楼村的人 然后我们的在我们所有的聚会 我们就很少再聚会了 对 其实这不应该如此 在整场会面的过程里 两家族亲友们一起搭合照 除了留住这美好的一刻 也进一步表达最深切的关爱及思念 让户别许久的家族情谊 深厚在亲友们的内心 好 欢迎再回到我们部落料望台的现场 从刚刚三位年轻的来宾 谈到他们的光荣的家族历史 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对大家 по tendencies合共振 那到回溯到现在我们正要把Dagaran家族 做一个整合跟附赋 据我所知是由这当中里面也是一段历程 譬如說有巴比亞漾見面會 也有跨部落 跨世代的中青會 我想這個都是很令大家期待的一個 重大的一個家族工程 那我想先請文漢 說到巴比亞漾 其實那個初衷是好的 因為想說兩個家族要見面 可是後來就越來越 又考得越來越大 然後我們自己也沒有想到過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是 是姐姐嘛對不對 姐姐講一下嘛 但是其實就很簡單很單純的一個想法 因為我先生說 我很認識你們七家的家族 原來是家族 他就說他們要公年期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一直放在心裡 他們公年期我們應該去送個酒 送個東西去那邊 這樣我就叫他跟志豪聯絡 然後後來志豪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我沒有放假 你們要來 這樣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緊張 我只是去送東西 你可以不用在沒有關係 麻煩他們在就好了 可是後來其實 不只是送東西 對啊我們去見面就好了 正式的嗎 對就很正式的 然後後來剛剛姐姐講的嘛 就是說本來就是要一個簡單的會面 可是我跟凱勳都覺得說 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 很難的嘛 對 要把他搞大 對 千載難逢就兩家講到 很難得就是要有再次 拔拔宴嘛 我們講拔拔宴 就是兩家的那個 這個縣再次牽起來 其實自己家族 當然要自己家族去拔拔宴 自己的家族啊 鼻子壯大啊 對不對 那個才是很 在我們排完族這個是非常正式 而且非常有意義的這個 這個 這個家族的機會啊 像譬如說 送秦才不是就給你朋友啊 對 給你的家族 讓你的家族 被尊重 那個就是啊 所以你們做這個拔拔宴 到七家來 是到七家嘛 對 是古樓的到七家 對 古樓賈克蘭家族見面會 除了準備租資 贈送小米酒表達祝福外 更以對空名槍 再進行排完族傳統送秦才儀式 現在要執行 頭目對頭目的一個最高的禮儀 就是我的 他們的 哇 我們 多輕一點啊 沒有 很廣啊 這是我們的 林昌的儀式 在那邊啊 好 OK 這個是對古樓 這個是對七家 賈克蘭的 好 好 請賈克蘭 好 請賈克蘭 好 請賈克蘭 這個年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 就是 Papu Liva 就是那個要收那個Liva 對 那我們古樓的親戚呢 也非常的貼心 也準備了這個Liva 送給我們七家的賈克蘭 好 做一個Papayaan的一個代表儀式 送秦彩就是以自證秦彩的方式表達家族間的情禮 隆重的排場都顯示出對於此次面會的高度重視 我們要交往 我們家只判斷 出了 我們就是 從小媒生的方式 因為我們會有幫助 在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 同時 我們會在這裡 自己的地方 都要交往 我們搭拼 我們 我們要把他調劫你媽祖 所以他跟他不夠外國人 其他的 還要把我 還要離離 每次都沒有關係 我們要把我餐廳 每次都沒有 我們要把我餐廳 還要把我餐廳 這個一次是第一次 在我們家這是第一次 然後其他的像送秦才給女孩子 給我的妹妹的 這個我都知道 但是以親戚為親戚 而且頭目對頭目 這是第一次 是逢七家部落收穫季期間 開啟兩家之間久聞的對話 及情感交集 如此盛況空前 也見證了兩家傳統領袖 對於正興家族繁榮的決心 及堅定 所以你們剛剛在分享 滿興奮說 當初沒有想到那麼嚴重 結果變成是 大家都很期待 然後就弄得 大家都集思管一來 來設計這個活動 那是不是可以在 你來講那個 所以當初你們做了什麼 那一天 嗯 當天 因為其實 我們 我們果肉夾格蘭 已經很久沒有那麼大的活動 然後 我自己其實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 那個時候在準備的過程中 也是四處去問人 那當初 我也是跟姐姐這邊 就是跟朱古這邊 然後還有跟 就是 老人家那邊去聯繫 就說 我們到底需要準備什麼 因為你說把別一樣把別一樣 但是 但是該做什麼事情 對 到底要怎麼呈現 對對對 然後後來就知道說 要把別一樣 就是 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那個其實是 送秦才的另外一個情形 那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重點在於 要送秦才 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姐姐 你就請了你的 就請了那個 你的父母 送 就是有姐夫 姐夫就 然後就 姐夫他們 他們也很熱情 就是幫我們 那個 姐夫的 姐夫的家人 就幫我們準備了那些 琴彩 其實不只是琴彩吧 我記得你們送過來 沒有很多 後來琴彩 就是當我們覺得 好像太擔保了 就是只有 只有木材的話 好像也缺了什麼 所以當天我們就準備了 什麼小米啊 然後 煮啊 然後一些就是 覺得沒有得 就當天都帶過去了 然後 酒這些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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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好 謝謝我們的 我們的 古龍的 好 那現在呢 他們 就是獻上他們的 禮物 他們的禮物 就是 我們的 豬汁 那 我要這裡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豬已經先 是因為 我們的 我們的 當家 我們的 自豪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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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豬呢 所以 在這裡先暫時不能見喜光 所以 就先 普龍的家人非常的貼心 就把豬汁先殺好 那 禮肉的分配呢 等一下就是 我們 親家 做禮肉的分配 那 當 那當天其實 真的是 自己當下 在那個當下也非常感動 有 沒有 而且甚至是 跨部落的 講他來 聚集在一起 的那個感覺 對 這個 這個有 類似 結盟 結清 尋 尋清 等等的意涵 都在裡面 所以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儀式 這樣的一個 行為 在我們排灣族 是可以被 被 被發揚的 我覺得 那你看你們 你們本來想的很簡單 但是你們覺得 中間就產生了很多的感動 或者是 振奮你們的 振奮你們家族 所以 搞不好以後 每個家族都學了 不是 但是 講媽媽你知道嗎 我覺得 最感動的是 過程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年輕人 然後 而且 我們其實 所謂 所謂鼓禮 那個 沒有想那麼多 我們不知道 然後我們 雖然文獻大概有時候 把表演是怎麼樣 可是 到你自己身上的時候 其實 在準備那個過程 比如說 跟老人家的討論 比如說我們期待說 今天 我們要怎麼應對 那個過程 我們自己經歷到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說原來是很繁複的 但是 繁複的過程當中 其實那個是不斷的在緊密 你自己的家族 對啊 因為不斷的在溝通 所以那個關係就會越來越緊 百別樣這個家族見面相見會 跟我們這個古羅大加蘭這個家族 要給獨古馬丹人來接任這個 武桑的這個位子 哪一個是先後 是已經有了這個意思嗎 還是 見面會之後才慢慢的這個 對 應該是 那個時候應該 古羅人要講一下 對 對 應該是 古羅代表 哈哈 因為其實 我一直知道 我就先前就知道我要接 然後我想說 在我接的開始 要有一個很好的 所以你已經開始在動作了 對 對 來 我要好好善用他們 所以我告訴他們我要做什麼 所以他們就 我們大家集思管役啊 對 他說什麼說什麼 就一堆很多人家進來討論 才會比演變這麼大 因為本質是很簡單的想法 對啊 這個其實 很多 你畢竟要宣誓 要接任這個重擔 你也會有惶恐 所以那個前置做意 就是要讓大家先有共生 那個是很重要的 其實長輩的意見 或者是他們的想法 有沒有想要跟大家分享 呃 去年在辦見面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還是 其實比較 慣慌的態度 對 慣慌 對 因為 雅剛才已經比較久的時間 嗯 那去年見面會這樣起來 嗯 大家都還在看 親人的老人家們 甚至剝弱的人都還在想 對 雅剛才接下來現在都是什麼 嗯 那 所以呢我們也 那我們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當時 我們知道說我們要辦公宣會 嗯 我們這期間我們就很努力的去 呃 除了當然最基本的 去翻文獻 然後 呃 看 就是看一堆資料 那 實際去拜訪老人家 也很重要 所以 當時 那個 姐姐還有 文漢 像我在台北我就比較難 對 當時就是有去 呃 去拜訪那些老人家 然後聽他們 他們 他們以前的記憶 甲鶴岸的證據說 然後再慢慢把它拼湊起來 嗯 對 那像 我的部分的話 我的部分就是把 甲鶴岸的祖父 把它畫出來 嗯 祖父 對 祖父 對 當時 這個就是很實際的事件 對 因為就空口這樣寄一寄 然後沒有那個文獻 對 可以建立你們的資料文獻 那個是很重要的 對 因為 因為我們 知道我們甲鶴岸 他是一個大家族 但是 很多時候都是很片段的 嗯 哪個部落有我們的親人 哪個部落有我們的親人 這都很片段 所以 當時就是 因為要辦中青會 那一定要主題 那當時就把很多人說 召集過來 嗯 我就辦了這個 中青會的籌備 嗯 所以我們就是經過了好幾次的籌備 然後 每一次 每一次的籌備啊 就是會討論一些 中青會該做什麼事情 然後 花多少錢什麼這些的 但是 我覺得我跟凱勳 還有一些我們甲鶴岸的年輕人 我們在 嘗試要去附贈甲鶴岸的文化之前 嗯 最興奮的是 當你的文獻 可以跟你的 老人家的口述 那個是一字文化的時候 對 那個是 你會發現很 麻辣麻辣 對 會更熱 對 對 那是最感動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一個甲鶴岸擺在你面前 對 這是文獻 從文獻裡面挑出來 對 對 這個是比較有理性的部分 不是只有說 那個感情 說什麼感情結合在一起而已 那我們就先把範圍再縮小 比如說現在 古樓的這個部分 我們的竹鶴馬上已經 已經 那個 扶正了嘛 當然就是想要把這個 大家家族 在古樓這邊能夠 重振起來 他的 該有的那個 歷史 位置 那目前現在為止 我們的靈心 馬上你可不可以分享 古樓這個部分 你的家裡的這個部分 關於你 扶正之後的這個時期 好 在我們古樓這邊 就是我們最大的幕後工程 最需要感謝的就是 許玉貴母屋 只要是公共場合 或者是喜慶 或者是跳傘地舞之類的 絕對會有他的身影 他就是代表一個甲鶴岸 他就這樣子默默的一個人去 他就默默一個人去 然後默默就是他一直介紹 他是甲鶴岸這樣 他就是不要讓任何人去忘記 忘記 我們甲鶴岸家族這樣 甲鶴岸家族 我們意見的未來 是由你們年輕人 從文獻 從一些歷史資料的去 去收集 那我們等一下還有很多的時間 我們要聽聽 我們的頭目有什麼理想 有什麼 報復 有什麼自我期許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慢慢分享這個部分 那我們 這一階段我們就先休息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 繼續我們的現場的分享跟討論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在我們甲鶴岸家族 未來我們的走向就是幫助跟幫忙 或者是典禮或是謙卑 我們發現到啊 就是我們 我們也需要看到一些心 因為我們也觀察到 其實在市場 應該沒有比 鼓鼓還有更明顯的感覺 好像沒有 來歡迎再回到我們 我們部落瞭望台的現場 我們整個節目從剛開始 從古樓這個家族 一段的經歷讓他們沉疾了一段時間 屬於部落領袖家族的這個身份地位 透過很多的自覺的意識 或者是年輕人因為做學業上的學術研究 而發現到這個家族的歷史 曾經存在在一個風華的過去 然後他們發起了自己的歷史 找回自己的家族的故事 那之後你們這個有沒有什麼 中青會也辦呢 頭目 骨樓的頭目也扶正了 也就任了 那接下來你們三個有沒有什麼 新的想法要往哪個方向做 或者是想要累什麼 累王國 沒有啦 其實我們 可以分享一下 也可以當作大家 對原住民家族史的建立的一個參考 有沒有什麼 因為你也是學這個部分 你是讀哪個所的 東華民族發展研究所 主權研究所 對啊 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有什麼期待對這個大家的家族 甚至扩長到Girig 當然 要 專精身為主持 就是 其實我們自己也在看 因為 我們發現到 其實我們 我們很希望創造一個新的時代 因為我們觀察到說 其實在線上 應該沒有比姐姐還要更年輕的朋友 好像沒有 比較少 比較少 對 然後我們一直也想要知道說 一個年輕世代的 又是肩負那種古老家族的 又 又重頭附贈的 對 我們 又是重頭了 至少就是已經有落末落一層 對 我們很希望有一個新的潮流出現 那這個新的潮流是什麼 就是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當然就是 但是有慢慢建構 對 我們盡量的建構我們自己的所學 像比如說 我們所擅長的 比如說文獻分析啊 所以現在大家很聯繫的 而且 而且我發現現在的時代也非常的有助於 就是 有助於就是文化傳承 因為現在很多像比如說 內文啊 或者說各個部落的年輕人 也不斷的開始在找回 自己的家是從哪裡來的 不斷的在找回說 我們的文化 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開始的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開啟 對我們來說 那特別是姐姐又是一個身為年輕人的頭目 還有七家的李志豪 他也是 你跟你照顧比較大 好像我比較大 好像我比較大 對 對就是兩個年輕的頭目 然後再來 再來內文的Judan 好這個視力的加入 那剛好現在呢 你就可以看到說 現在Girin系的頭目都是 比較年輕的 對 那當然就是一個趁勢啦 想說我們也想知道說 我們自己可以做什麼 當然最希望的是 就是我們能夠創造一個新的潮流 對 因為這是很特別的樣子 就是有很年輕的 現代的年輕人 然後來去帶領這個古老的家族 往前面走 對 就是 阿萊姨阿 阿萊姨阿 那個我們的都古號 我們的年輕的頭目 你這幾個月來 跟部落 就是古樓部落 尤其一些核心貴族家族 有互動好嗎 有什麼互動嗎 我是覺得還好啊 也不會有任何的排斥之類的 對 然後相對的他們也很尊重 對 然後我也很開心他們 其實也都默默的認同我們 跟支持我們 尤其是我們當地 我們所謂的 所以我其實也很謝謝他們 對 因為其實羅木蘭 也常跟我說 因為我只要去找他 他就會跟我說 要加油 其實也很感動 也真的很感動 其實有一些老人家 對 也不只是羅木蘭 還有蔣義聖武夫 還有蔣義群武夫他們 他們其實 因為他們是在地的騎勞 所以他們 原生都在救古樓 所以他們都知道很多的文化 都知道 我頂著一個就是 謙卑去學習 然後我就是幫助我們 古樓部落的任何人 未來 我覺得在我們賈甲蘭家族 未來我們的走向就是 幫助跟幫忙 或者是聯名 或跟謙卑 然後未來我們一定還會 除了我們的 中慶會結束之後 未來這幾年 我們也會成立我們賈甲蘭的協會 這個協會的成立 他的宗旨 也絕對是幫助 以為助人的一個協會 一個協會的成立 我們永遠的想法就是幫助人 因為真的就是 看見了過去 福利斯福夫跟 爸爸他們那一代的 他們的落寞 跟他們的 因為貧窮 因為自卑 想做力不從心的那一種心 然後看了也很心疼 但是我看見更多 更心疼我們 愛我們的那個 愛我們的那個家族的 任何一個勤勞 所以我覺得這份心 我就是回饋你們 我非常尊重所有在地的 所有的頭目 真的是 你們是我的一個標杆 是我們的學習 所以真的還是謝謝他們 也謝謝我所有在 默默支持我的所有的族人 我古羅古羅的所有的家人 跟青年默默的支持我這樣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只有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那一天看到的那個場面 我 我覺得你 你很有感觸 然後也準備了自己的 心裡要講的話 給我感覺 你是一個 很有心很有誠意的一個 年輕的頭目 那我們就期待 就如你講的 我們就是要幫助人 以前頭目的身分就是在幫助 幫助部落裡面的弱勢 整個部落的帶動 那個就是部落的角色 那我希望你們三位年輕 頭目家族 你們兩位年輕人 能夠幫助姐姐 幫助頭目 來附贈 不曉得三位來賓 還有沒有對你們這個家族的故事 或者是這些歷程 有什麼要補充 跟大家分享或說明的 來凱勳 先從凱勳 我想啊 就是 賈戈蘭 現在賈戈蘭家族 在古樓也有七家也有 那 其實在從我姐姐八代前 這個Vice Getting 跟那個七家賈戈蘭結婚 就已經註定了我們後來的 整個歷史演變 跟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這個賈戈蘭發展的 這個 就整個狀況 對 那 其實我為什麼會願意 想要回來 然後去幫助姐姐 我是覺得說 欸 姐姐她是真的想要 她當 她想要當頭目 她想要成為頭目 並不是 想要那個名 或是想要 什麼頭銜 她只是純粹的很想要 就是 把我們賈戈蘭的這個 這個 榮耀再讓她回來 然後 就是可以繼續的為 我們古樓村 就是做些什麼事 然後繼續傳承 我們的文化 還有 呃 我們整個 我們整個古樓的這個 傳統 系統的這個脈絡 就是全部都把它找回來 所以我很樂意 就是我 我覺得我很幸運啦 就是我可以參與其中 好 謝謝 低調 低調的能量 不見得比高調低喔 低調的能量 也說是更大 嗯 所以 我們要找回我們的頭血 是讓我們更有正當性 在做服務的時候 在做 有著力點會更正當性 好 謝謝凱勳 來文翰 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其實 在這一連串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最感動的是 做中學 做中學 在做的時候去經歷這件事 嗯 就像是譬如說 我們 放大一點講 Gilling 頭目 當然我相信 所有Gilling 性的頭目 應該不只是我們這三家 嗯 那其實 我在這過程當中 我覺得 我最感動的 就是跟 跟那個 那邊 就是內文那邊接觸 對 因為我們 我跟凱勳知道的 大概都是在 Gilling 在古樓的時候的事情 但是牽出古樓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了 甚至我們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的家族 就這樣子莫名其妙地 牽出古樓了 對 然後比較沒有什麼 政治經濟上的發展 我會希望說 賈格蘭的中青會 兩個七家古樓賈格蘭的見面會 它會是一個 我希望它會是一個 非常好的起頭 嗯 再加上那個 那個內文的加入 這個很美好的起頭之後 那希望有個再延續 能夠去整個把 Gilling的東西 全部 我們用年輕人的力量 慢慢的找回來 就是我個人最大的希望 好 謝謝你們 真的是 期待你們 繼續為 這個 Gilling家族 戴巴蘭家族 甚至對整個 台灣族的社會 能夠更多的付出 好 那最後的時間 我想請我們的 我們的馬上基三元 我們的靈心 還是靈心 祝福 最後 你現在 那一次你 就位的時候 就任的時候 我聽你的 你的那個 那種演說 我 滿感動 那 你是不是要在這個時候 有沒有需要補充 或者是對所有的 古樓的整個族人 有什麼話要說 可是他沒有在炒稿呢 不用炒稿 不用講過去了 不用講過去了 好 謝謝 那這裡其實就是 還是一樣就是 從一開始的見面 跟我們中青會的結束 到現在 我真的很感動 我看到 不只是我們單寧部落 或者是我們來一部落 我們台東部落 還有我們中青龍部落 那邊 各部落 只要是參雜到 我們伊令跟賈嘎萊系統的 所有的族人 他們 全部武裝 全部都來來參與 真的是我很大的感動 那當然這當中 我也很 真的是能夠走到現在 我有這個勇氣在走出來 真的是 但是在這裡真的是要向 徐貴伍說 嗯 有你真好 好 徐貴伍有聽到 有你真好 好 馬里馬里 就用我的眼淚代表一切 對 好 好 那謝謝三位來賓 今天讓我們聽到一個家族的 一個故事 一個奮鬥的歷程 讓我們有更多的 對你們的議令 對你們展開欄這個教授 有更多的期待 也要謝謝我們電視機前的 全國觀眾 也希望你 持續在每週四晚上的九點 來支持我們 來給我們指導 我是節目主持人 曾有欽 你給你安 馬里馬里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